红十受了九爷蛊惑 向四爷提议要恢复八王义政制度 四爷强忍着怒气问是否有他人指使 红十是个傻孩子脑子不灵光 以为自己这个提议十分有用 便将功劳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四爷大怒力声斥责他 红十才将九爷供了出来 但红十并未觉得有错 跟玉坛哭诉时还觉得自己是一片好心 如今被四爷臭骂一顿 觉得很是委屈 若曦正好撞见两人在一处聊天 玉坛通过余光看见了若曦 盲叫红十支开后走向他 若曦虽然信了玉坛的说辞 但心里还是有了一点疑惑 年更瑶在西北打了胜仗 四爷跟十三上议要破格提升年更瑶为一等功 又说这封赏之事暂时不想宣扬出去 此时随时在一旁的人只有若曦和玉坛 四爷此举其实是在试探玉坛 是否会将这事告知九爷 这是他给玉坛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惜玉坛没能把握好 之后的某天 陈欢突然跑过来告诉若曦 外面在争人 若曦以为是什么整人的事情 还跟陈欢说笑 陈欢却说四爷下令 让所有宫女太监都去观看 若曦这会儿才意识到不对劲 如果只是整人 犯不上这么心事动众 若曦到这会儿才意识到 陈欢说的是真人 他担心那个被争的人是王喜 将陈欢勒临在养心殿后 急冲冲地跑过去看 高无庸见若曦急急忙忙 连忙以各种理由拦下他 这让若曦更加担忧 听到高无庸这话 若曦犹豫了一下 但其实他已经快走到行刑的地方了 呕吐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若曦还是走了过去 他以为被争的人是王喜 可是转头一看 王喜正坐倒在地上呕吐 那这宫中还有谁与他亲近 又能让四爷极力阻止的呢 若曦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他急不往人群走去 却被高无庸死死拉住 若曦看到了 那个在蒸笼里还睁着眼睛 死不瞑目的人 正是与他心如姐妹的御坛 若曦一下子承受不住 直接晕了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